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 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 孝武帝拒绝哭令 这个故事就是讲 尽孝武帝死了老爸 别人让他到了天黑就要哭 孝武帝非常有主见和性格 不哭 讲不哭就不哭 先跟标书竹子竹句 解释原文 简文崩 静简文帝死了以后 崩就是皇帝死了叫崩 孝武年十余岁历 这个静孝武帝司马耀 是静简文帝的儿子 十一岁就继承父位 登位了 至名不吝 名就是天色江黑的样子 过去家里面 如果长辈去世了 到了天黑啊 就大家开始哭吧 表示伤心 可是啊 到了天黑啊 这个孝武帝啊 依然不哭 令就是哭的意思 左右起 就是左右啊 一帮世卫大臣们 赶紧起啊 就是提醒他 一常 应令 哎呀 按照呀 过去的常规啊 咱们 应该哭啊 皇上 赶紧哭吧 帝曰 哀智 则哭 何尝之有 我伤心的时候 自然会哭 这个 有什么常规不常规的 你们管得着吗 这段话 就是讲 静孝武帝 非常有主见 在他刚刚继位的时候 就已经表现出来 因为静简文帝 在位的时候 所有的朝政 都是掌握在 桓文手里 但是静孝武帝 继位了之后啊 很快就用自己的手段 和能力 把权力 从 士祖大家里 重新掌握到 皇帝的手里 当然呀 也得罪了很多人 最后 自己31岁 就被人 暗杀了 这个正实力啊 讲静孝武帝 是被他的一个 妃子 闷死 实际上 一定 没有那么简单 你想想啊 一个妃子 怎么敢 杀害 皇上呢 一定是有 其他有权力的大臣 在后面 暗中指使 然后跟标书 完整的 解释原文 这个静简文帝啊 驾崩了以后 当时 静孝武帝 司马耀 才刚刚 11岁 继承了地位 当天 到了晚上 天黑的时候 也不哭 左右的大臣啊 赶紧提醒他 哎呀 皇上呀 按照过去的常规啊 到了天黑啊 你应当哭啊 锦孝武帝说 我到了伤心的时候 自然会哭 哪有什么常规不常规的 我爱哭不哭 最后 跟标书 完整的朗诵原文 简文崩 孝武年 十余岁历 至名 不令 左右起 依常 应令 帝约 哀智则哭 何尝之有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